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节视频 本节视频 将给大家分享 翻转字幕加配音 加个人形象的视频制作 这种视频 其实跟前面的视频 制作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背景它换了 换了什么 换成一个比较有气质 比较好的一个形象照 大家如果是为了 达到个人品牌的视频 那么是自己配的音 然后这时候 如果你是纯背景 或者说是没有人物背景 其实不太好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配上一个 这种你个人的一个 比较好的照片 毕竟照片的话 一般你其实找这种 专业的相关 包括用手机拍的 其实都是用美颜 给你加分的 那你用来做背景 用会看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 为什么你想 记忆往下看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照片 很难的比较帅 或者这个小姐姐比较漂亮 你就会记忆往下看 它也会给你加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靠制度管人 管理是盯出来的 按流程做事 技能是练出来的 凭业绩考核 业绩是逼出来的 好 再看第二个 顶级销售必须知道的五大法则 一 推销商品 不如推销自己 二 处处留心 客户无处不在 三 360度了解客户每个细节 四 让每次推销都充满人情味 五 真正的功夫 在订单成交之后 那么自动什么 跟翻转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背景上换成了一个 个人的形象照 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 去搞一张 不要给你加分的照片 然后用来做背景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在拍类似的照片的时候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颜色的话 尽可能就不要太丰富 就像第一个视频 其实它的所有颜色都是一个调 就是灰色调 就是偏暗的风格 而第二个的话 它这个其实是把一个照片 抠出来之后 放在了一个 梦幻的一个宇宙背景里面 这其实不特别好 大家拍的时候 最好是拍一个纯色的 要不你就是暗色 要不就是白色 那这样的话 你加出来的文字也会比较好加 如果你照片的话 比如说是有方景的 或者说是带来很多的背景的 这时候你把文字加进来 其实你会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文字不管分成什么颜色 放在里面可能都不太配 或者说是 这个颜色看起来什么 这个文字相当于很难看清楚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这个就比如说现在我在百度上面 找了一个什么 找了一个照片 这种照片就风景照 比如说你拍的带风景的 那这种如果放到我们的软件里面 其实不太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A1 还是用我们的上一个项目文件 然后来把背景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背景我们直接显得之后 点击替换素材 好 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能够对它什么 进行一个快速替换 然后找到这个之后 好 找之后 因为它非常小 你先把它调整一下 位置在这里 我们写上这个图片 把这个图片给挪过来 挪过来之后把它放大 放大不好放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在正调 我一般个人习惯在正调 好 这样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按后一段 五种世界顶级思维 你发现这时候文字颜色 其实并不特别配 有个合伴书现在没有改文字颜色 不管你怎么改你会发现 因为这种背景相当于颜色太多了 不是特别蠢 所以大家拍的时候 最好是拍一些比较纯色的什么 这种照片 比较像这种 它颜色就说为单调一点 没有太多色 就是你的背景要留白 什么叫留白 就是背景要是空的 这个空的 不要太花哨的 像这种也是有留白的 什么留白 就是有颜色叶纯的话 那么留白都自然自然就叶高 另外我们再可以找一些 像这种也可以 这种它也是什么 也是纯色的进行 留着黑色的白 像这种也是 也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种的话 它是用模糊 这种也可以 所以大家主要是拍张 类似于这种什么 它在里面给你加分就比较多了 好 这是关于 那么第五种视频的制作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过程跟前面完全是一样的 大只需要按照前面的视频操作 主要是这个背景在选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这个留白比较多的 什么是留白 就是这个颜色是比较纯色的 就不要太多 像你方景的话 颜色就太复杂了 加减效就会大打折扣 好 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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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